腾讯体育8月4日训,2018不能为帮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3-12名排队在今日进行,中国国庆,上海上抗,大林一方等时追求队展开争夺, 而冠军中夺战将于下午16点,在山东路能和国卡青年之间打响,上午无场比赛的结果分别是,皇家西班牙人6-48C体育,中国国庆点球大战4-5,2-2合床,牛卡斯尔喷气机移到四方托斯拉古纳,莫斯科斯巴达3-1把兰克福,大林一方2-0上海上岗,中国国庆展位方杯第6名, 第3,4名争夺,皇家西班牙人6-48C体育鲁能,为钢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3-4名的解逐,在皇家西班牙人和巴西体育之间展开,上半场,第10分钟, 巴西体育7号米尔霍姆,大脚抽射,破门,巴西体育1-0领先,第20分钟,皇家西班牙人11号泰吉斯进去左侧抽射,球机中衡量, 第36分钟,11号泰吉斯单刀带球突破直面门匠,一脚推射,球擦门而出,措施进球机会 第41分钟,巴西体育进去圆角抽射,被门匠扑出,上半场皇家西班牙人运气不佳,多次打门未尽,下半场,第47分钟,巴西体育8号喜尔瓦, 外围远射,球直冲球门,被皇家西班牙人5号卡萨苏扑住,第55分钟,皇家西班牙人连续换人,第63分钟,巴西体育6路横船, 9号共2,二雷斯推射破门,巴西体育2-0领先,紧接着,皇家西班牙人左路船中, 巴西体育后位减围造成乌龙球,巴西体育2-1皇家西班牙人,第68分钟,巴西体育7号米尔霍姆拜为打门,击中门注,第81分钟,巴西体育推人犯规,皇家西班牙人获点球机会, 十号利巴多发新点球,皇家西班牙人翻评比分,常规时间双方战评,进入点球大战,点球时间皇家西班牙人,门将一号堂斯表现神勇,铺出两立点球,最终皇家西班牙人6-4胜巴西体育,第5,60争夺,中国国庆4-52-2个床2018组能为方碑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 5-6名排位赛,山东路能足球学校A5场地,中国国庆对任何床U19,上半场,格莱贝扑江,刘国伯扳平,卡斯蒂略反超,吴少聪再次反平,下半场,双方军无剑术,点球大战中,陶强龙,吴少聪和徐悦法师,沃托,伊图亚兹法师,最终,中国国庆4-52-2合床,第9分钟, 国庆进区前沿送出直赛,21号刘国伯准单道推设稍稍偏出,第20分钟,河床11号格莱贝外脚被远射得手,国庆领导一河床,第21分钟,国庆闪电扳平,前场连续四人进行传递后,将求分置入侧的21号刘国伯, 后者推着破门,国庆一到一合床,第23分钟,国庆中场势物被抢断,合床11号格莱贝外脚,被分球,9号卡斯迪对于小角度近射远角得手,国庆一到二合床,第30分钟, 国庆前场右侧对于一球,17号徐浩阳直接打门被手门远突出,第35分钟,国庆17号徐浩阳进区前沿坛过一人后,越设被手门远突出,第36分钟,国庆左侧脚球, 2号无上中高高跃起投球破门扳平比分,国庆二到二合床,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国庆二比二合床,第50分钟,国庆进区内几位不远,合床跟进队员一脚近射, 首门员彭彭做出精彩扑就,此后双方军无剑术,双方常规时间内战成二到二平,进入点球大战,第一轮,国庆17号徐浩阳伐进, 合庆6号三切四伐进,第二轮,国庆14号套强龙,主法推射中路被扑出,合庆4号马丁内四伐进,第三轮,国庆2号无上中,主法推射右下角拔尸, 合庆17号以图里亚进射,被彭彭飞神扑出,第四轮,国庆16号徐浴主法进射左下角被扑出, 合庆13号莫托打偏,第五轮,国庆10号国庆与一蹴而就,合庆15号席尔瓦伐进,最终,中国国庆总理分4比5,2比2点球不敌合床, 获得本次为八杯的第六名,中国国庆,一蹦蹦GK,二,吴绍宗,六,蒋盛龙,八学雷,七十九十六许月,九,陈奥,十三,孙静航,十七十号阳,十九王静泽五十七十国前语,二十温信小架C,八十四二十二十二十号封,二十一流国伯武十七四桃强龙, 二十五阳一零七十九十八里藤龙,合庆,十二穆斯DK,二,萨尔瓦雷斯,三,加拉多,四,马丁雷斯,乔克巴,六,三千四C,九,卡斯蒂略,十一格莱斐,四,独克,十五七二十六,穆诺茨,进球,十一格莱斐二十,二十一流国伯二十一,九,卡斯蒂略二十三,二,五少通三十六, 黄牌,二,萨尔瓦雷斯五十二第七,八名争夺,纽卡斯尔喷气机宜的四桑托斯拉古纳2018年,鲁能为方非国际青年足球将,请赛七到八派卫赛在鲁能足校避器场地进行,最阵双方是来自澳洲的纽卡斯尔喷气机和来自墨西哥的桑托斯拉古纳,比赛刚开始,第二分周,桑托斯拉古纳二百八十一号查维斯主发任意 一球,球发之后点,桑托斯球员争得投球,纽卡斯尔喷气机守门员扑了一下,踢球在横梁上弹了两下,由纽卡斯尔队员几围 第五分周,桑托斯二百八十一号查维斯主发任意球,击中力助,第二十一分周,纽卡斯尔打出反击,十一号哈里森打入意球,但是被判阅位赠先,第三十四分周,桑托斯拉古纳时的领先,前场三名队员打出流畅配合,一脚出球,最终由二百九十号特拉萨斯在禁区左路推陷入网, 半场比分,纽卡斯尔喷气机零比一桑托斯拉古纳,第五十六分周,桑托斯拉古纳连换两人,三百五十一号财雷兹,和二百八十二号马加拉内斯起步登场,第五十九分周,桑托斯拉古纳二百八十五号加西亚,刚刚换上场的三五一财雷兹中路强势破门,第六十四分周,桑托斯拉古纳打出反击, 二百八十二号马拉加内斯远射破门,第七十五分周,纽卡斯尔搬回一球,十号基佩特拉托斯之塞,十七号蔡皮帕尔多反越位成功,单刀推射破门,第八十五分周,桑托斯拉古纳三百零四号巴尔维德禁区内统射破门,锁定胜局,最终,纽卡斯尔喷气机移到四桑托斯拉古纳, 后者获得本届为方碑第七名,第九十名争夺,莫斯科斯巴达三杠一法兰赫夫,2018年,鲁能为方碑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九杠一,零零排位赛在鲁能清世纪第二号场地进行, 对阵双方为法兰赫夫,和莫斯科斯巴达队,比赛刚刚开始五分钟,法兰赫夫对并取得了进球, 25号弗洛里安反越位,成功小角度推射破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莫斯科斯巴达队获得进去湖附近任一球机会, 71号撒索洛夫驻拔任一球直接破门,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一比一平,一边在战, 莫斯科斯巴达充分发挥速度优势,多次形成有威胁的反击, 并在第65分钟由74号马尔基基索夫不是破门,完成反超,随后,把兰克夫打去加上, 后方空虚的他们又被莫斯科斯,巴达抓住反击机会,尤其17号洛平再入一球, 最终经过90分钟激战,莫斯科斯巴达三比一里转战胜法兰克夫, 获得本届鲁能为方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的第9名,法兰克夫则获得第10名,第11,12名争夺, 大连一方2比0上海上岗,2018年鲁能,威方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 上海上岗赛鲁能足校B4场地主场对阵大连一方,双方展开对第11名的争夺, 最终,大连一方凭借上半场不时阶段,刘继强的投球和下半场, 张建生门前小角度报社拿下比赛,获得本届鲁能, 为方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的第11名,第32分钟, 上岗42号球员毛月前场边陆脚后跟传球想要和队友打出配合, 被大连一方防守队员以脚迫坏出边线,第47分钟, 大连一方拍出脚球,60号刘继强前点头球后撤,将球打将, 一简令,大连一方在半场结束前首先取得进球打破场上僵局, 一边在站,双方均做出换人调整, 上海上岗9号刘长盛,换下7号张穆子, 46号天湖伯幻,下次15号张伟蝶, 15号李孟齐,换下43号戴景军, 大连一方34号,张军换下53号野家豪, 54号助辉换下60号刘继强, 第57分钟,55号张建生左路小定区前小角度报社, 干脆利落,皮球入网,2比0, 大连一方将比分优势扩大, 第82分钟,大连一方快速进攻换开防守队员, 找准空荡送出紧准直塞, 54号助辉镜市将球打偏, 皮球还能而出,比赛结束, 大连一方凭借上半场捕食阶段, 60号刘继强的头球和下半场, 55号张建生门前小角度报社2比0拿下比赛, 上海上岗, 四鹏号, 7,张牧子9,刘长盛, 13,刘主润, 41,孙家政, DK, 42,毛瑞C, 43,戴建军15, 李孟奇, 45张伟迪46, 田胡博, 48时间, 51,孙亚军30, 25任立号, 52张镇66, 11,正智, 56,侯甄大连一榜, 41,李扬48, 44任家伟, 43,苏金一, DK, 45, 刘志鹏, 46,朱家玄, T13,五, 伊杨类, 50张子民87, 30,孙子文, 53,野家豪34, 张军, 55张建生, 56,黄家辉, 58,韩太江, 59,贺宇彭C, 60,刘继强, 54, 助辉, 进球, 60, 刘继强, 大连一榜, 55张建生, 大连一榜, 黄牌, 45, 刘志鹏, 大连一榜, 50张子民, 大连一榜, 赴, 北方飞, 第3的12名, 排名第3名, 皇家西班牙人第4名, 巴西体育第5名, 河床第6名, 中国国庆第7名, 桑托兹拉古拉第8名, 牛卡斯尔喷气机第9名, 莫斯科斯巴达, 第10名, 法兰赫夫第11名, 大连一榜第12名, 上海上港费安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之前ハ Smart India, 感谢观看